哈喽大家好我现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9月9号中午的1点50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广州立湾区的十三行 这条路叫做人民南路 而这条路叫做十三行路 而这一代就是广州大名鼎鼎的十三行 服装批发戏场了 可以看到齐齐齐克这里人山人海的 特别的繁忙啊 看到没有 看里面都是人啊 这就说明广州十三行 特别的繁荣昌盛啊 因为十三行在全国都是西方有名的 上个视频带大家逛了这个 其三行的现状了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上个视频 这个视频带大家逛下这一边吧 这些就是打包好的一些服装 准备发版全国各地 在这里不仅可以买衣服 也可以袜子啊 鞋啊之类的 哇 杀人了 为了水泄不通 不知道大家看到镜头前的这一幕幕 有没有勾兴你们忙忙的回忆呢 这里是各种的餐饮店 杜角饭十五块起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去选快餐看着挺不错的 广州的快餐价格啊 都不是很贵吧 普遍都是十五块左右就行了 不过在以前的话十块也行了 但是最近的快餐价涨价了 这里是一些带 在这一边也是服装市场 不仅这一带吧 反正就是方圆五公里都是服装市场来的 看这里都大塞车 这里的话也是可以零售的 不过主要就是批发吧 看到没有零售 二十块三十块 八十块一百二 唯一都是来卖了 五十块两件 因为现在马上就到中秋了 中秋一过 很多北方都变连了 但是广州的话是变不了连的 广州想变连 起码要等到十二月份吧 所以瑞宜现在在广州卖是卖不出去的 也仅仅在北方卖吧 因此的话现在在广州时尚还拿货的 大部分都是北方的三家 因为中秋节一过 北方大部分城市应该都变凉了 好繁忙啊 大塞车 这路本来就宅了 而且这两盘的话还停着很多一些电停车 就让这条路本来就不宽的道路 变得雪上加霜了 前方七走就是广州的上下旧步行街了 这条路的话它是连接广州上下旧的 我觉得服装行业的话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行业吧 因为穿衣就跟吃饭一样 都是必需品来的 只要你的款式可以 质量可以 价格合适 是不愁卖的 而且的话这个服装也是挺暴利的吧 如果批发量大的话价格是很便宜的 初动装 假如这里批发几块钱 它是一双手 就可以卖到几十块甚至上百块了 看到没 这一路上都是做服装的 我觉得广州是大行服装市场 是华南甚至全国最大的一个服装批发市场吧 其实的话广州不仅这一个服装市场 在广州火车站那里啊 也有一个白马服装层外国人 这个地方的话也是很多外国人来进南货的 主要就是因为这里的款式啊 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吧 除了在广州火车站那里有一个白马服装层之外 在广州白云区那里也有很多一些服装层 在广州征城也有很多一些做牛仔裤的 因为广州征城被称为是牛仔裤之城了 都是一些秋冬装 前方就是广州的上下脚不行街了 如果大家来广州上沙族的时候 可以来这里逛逛走走看看吧 挺有意思的 虽然不买 但是的话在这里啊 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这个服装的行业的行情 以及这个行业的一些情况吧 因为现在开一个服装店 也不是特别难 我都打算在这里批发一些衣服 回去我镇上卖 只要价格合适 应该是不愁卖的 都是打包好的服装 准备发完这个 什么地方的 没有写 大居啊 就可想而知 这服装的人 是多么赚钱了 两台大居 前方就是广州上沙旧步行街的上九路吧 好像是上九路 对 来到了广州上沙旧的上九路 不过上九路的话落末了 因为可以看到这里啊 很多店都关门了 大中午的 看到没 不是临时关门 是倒闭了 好了 有你实际上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带大家逛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就是带大家来逛一下 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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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